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估计私生女是师父不愿提起的往事吧 看来我更加要好好修炼 以后要保护师父 不受家族欺负 距离合体后期 净胜一线之隔了 现在体内凌厉暴涨 看来只需要再来几日 便能轻松突破 你出来了 刚才有人叫你去仙门祖地一趟 我知道了 这就去 主人 什么事 奴家可否随你一同前去 祖地乃肃静之地 你跟着不太合适 还是留在这里等我吧 主人 你还是想抛下奴家吗 我一定不会给主人添麻烦的 这妹子也太没安全感了吧 老王 你过来 我喜欢乖巧听话的女孩 比如她这种 你又在瞎琢磨什么呢 若是奴家也如王小姐一般听话 是不是就能留在主人身边了 那是自然 那我就听话 做一个乖巧的女孩 好 所以你就乖乖地待在家里 等我回来 好吗 好像有哪里不太对劲 因为你被她呼吁了呀 傻姑娘 可算是能出来了 林玄 怎么了 师傅 我跟你一起去 是 太好了 终于有机会和师傅一块出门了 这种感觉就像是 待在家里的漂亮女友 终于愿意和我一同 前去参加聚会一样 光是想想就激动得不行 你在笑什么 没 没什么 看把林玄那小子给乐的 真丢人 今日叫各位前来 是有一件 关乎我无定先门的大事要宣布 即日起 任命秋海丰弟子林玄 为无定先门 后补掌门 什么 我陨落之日 便是他上位之时 我没听错吧 一个刚来不过三年的那门弟子 竟然成了后补掌门 我看林玄这人不简单 光是两年前他夺得大笔第一 就足够让人记忆深刻了 这肯定是用了什么不干净的手段 他若真是个天才 何止于现在才展楼头角 说的也是 林师弟能在百门大会上 凭一己之力 祭拜众多人先后期长老 后补掌门简直是当之无愧 确实啊 不行 这事不能答应 真当了掌门 那我还怎么每天赖在师父身边 万一到时候 有人说我是仗着掌门身份 潜规则内门女长老的话 那还得了 我不同意 他林玄不过是个普通内门弟子 有什么资格成为掌门 太好了 郑愁不知道怎么开口 就有人替我解围 让我看看是哪个大善人 怎么是重目啊 这家伙对我的怨念竟然如此之善 都敢当众质疑掌门的决定了 林玄正式入门不过三年 便成后补掌门 这何以浮助 莫说诸位长老 就是各位核心师兄师姐 也难以信服 师父 我说的可对 一途给我闭嘴 这 什么 师父 难道您真愿意看到一个矛头小子 骑在您头上 成为下一任掌门吗 掌门恕罪 此子乃我等教导无方 也请后补掌门 大人有大量 不与他计较 明明师父最气着我 从不苛责我一句 今天竟为了一个林玄出手打我 那个掌门 弟子也觉得方才的决定有些不妥 我资历尚浅 而且修为也不过合体些 有人不服是合心合理 还望您收回成命 不服 老头子今天我倒要看看 谁敢不服 那个 感谢陆长老这么支持我 可是我真的不想当掌门啊 别谦虚了 论对掌门的贡献 还有人比你高吗 就是 下一任掌门要不是你 我连败都不败 有你做下任掌门 我最放心了 没错 你就放心大胆干嘛 你们说够了没 是李长老 他怎么也来了 他不是很少离开秋海峰的吗 林玄 我们走 回秋海峰去 对不住各位长老 秋海峰有事 林玄告退 还是师父好 求我于危难之中 虽然能料到林玄 不会轻易接下掌门之位 但不管怎么说 在这种场合 他肯定不好当面拒绝 怎么突然窜出这么一个蠢货 传闻陈大师 是内境巅峰的高手 是当时最年轻的华境高手 少年宗师啊 阴煞古变 什么东西 邪招 抱歉 对不住了 那家伙好像只有原英雄呗 半个月连破三级 开挂了吧 开挂 我才不干那种丢人的事 我靠的是 抱大腿 小子 你要是不给钱 老子就把你扔回海里喂鲨鱼 好 陈医生 你快想想办法 会治病 开什么玩笑 我去 福哥你这是一路开挂到现在啊 双双变这么牛的 看我仗见都市 成就 最强神王 你们竟敢加害无欺 罪不容诸 就连斗雀公的孤舞巅峰高手 也做不到这种程度 若是他们无法给出一个令我满意的几时 那就只能 灭足了 大祭司 他真的是预言之子吗 是说这个东西吗 跟本王手上的是一模一样的 为什么本王召唤出来的 是一个废材人族啊 我老婆是魔王大人 每周五日 上午十点更新 不要错过哟 先门弟子来到都市 竟成豪门气哨 我本低调 逼我嚣张 既然如此 我便猖狂 最强气哨 火热开波 一样的热血 不一样的 崛起之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